第一是如何动态的编码进行呈现 并且在你心中你要知道 它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个什么样子 这张图你要背到心里头去 以后就要很清晰 第二就是自己来实现一个view 随便画一下 你可以画一个什么呢 带有圆角的这样的一个举行 这不是更像一个按钮吗 里头无非就多了两个参数 就是圆角的半径而已 圆角的半径 那么还有什么画text 其他大家都可以去画一下 这个Canvas我在下面还会再多介绍一点 但是Canvas我不打算介绍非常详细 真的你到时候用Canvas画出 Poloshop那种效果不是不行 不是不行 那个是留在了我们 比方下以后桑迪要讲一个 关于游戏开发的课程的时候 我在详细讲 当然到时候没内容了 开玩笑 开个玩笑 确确实实我们知道了 就是很多东西大家可以自我去学习 这个类并不是很复杂 特别是我们Android又怕我们笨 怕我们用不惯Paris 后来还提供了Joyable这样的一个类 而且我们在做商业应用的时候 很少真的是去画一个很复杂的图形 都是让美工做好 我把那个图片画出来就行了 所以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大家现在还有就是关于这些事件呢 什么的 我最简单的 下面我们 后面我们会详细讲解到事件的触发 及传递 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然后大家现在开始做练习 远程的学员也停下来做练习 谢谢大家